那我们现在看一个题目 这两个是无限大空间 都是无限大空间 这个界电值 这个是Ipsum 1 这个是Ipsum 2 现在我们摆一个点电和Q 在夹缝这个地方 在夹缝这个地方 这两个电容率是这个 现在要求任意位置 随便找一个位置 这个位置这个位置 或者这个位置这个位置 它的电厂 电位仪 电厂强度 即化电荷都是什么值 你要去求 要是以前 我们这个是单独 就是单一的界值 或者都是这个 或者都是这个 那我们就可以说 这个上面呢 电位仪都一样 对不对 那当然电厂也一样 电位就可以很容易地算出来 其他的计划强度 这个都可以算 那现在两边的界值不一样 你就是这里 画一个圆周 半径为阿尔的圆 求面 这半面跟这半面 所在的位置不一样 这个 电容率是这个 这边电容率是这个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就不能像以前 那么容易地求了 我们当然也可以 也可以先求电位仪 再用它的连续条件 也可以 连续条件也可以 那是一种方法 那我们现在用 Laplace方程求解看看 我们特别用这个方法解 因为这个时候 Q在这两边产生的 电位 那你看 这个电位 因为这个 在同一个球面 这半面同一个球面 同一个界点值 所以 它的电位 应该是都一样 所以它是跟这个 这个Sita角无关 跟Sita角无关 这边也是跟Sita角无关 它也跟Find 它这个时候 它跟这个Sita角没有关系 因为这个 这个不是只有这里 不是半圆 半球 所以它在这个地方 Sita角这个地方 这个面都一样 所以它跟Find也无关 只是跟R有关 因此 这个 就是球座标的Laplace equation 我们刚刚分析了 它的Potential 是跟R有关 跟Sita跟Find无关 你看这个球面上这个 这个跟Sita无关 还有Find这方面 这半个球面 这半个球面 跟Find也无关 因为同一个球面 所以 这个Sita现在只剩下这个Sita 只剩下这个Sita 这个Sita的结 就是这样子 这个要等于零 这个是常说 再积分一次 就是这个 这个 在积分1里头 在戒指1里面 跟戒指2 它都是这个式子 不过这两个不一样 戒指 它的戒电值 不一样 所以一个用C1 一个用C2 这个用B1 这个用B2 这两个常数不一样 但是它的 戒的形态都一样 这两个戒 里头的C1 C2 B1 B2 不知道 这个常数不知道 这要用边界条件来决定 边界条件是什么呢 因为Q是点电荷 你要求它的电厂 以外的电厂 R可以从0到无穷远 到无穷远的时候 V1 无穷远的时候 在这个无穷远的地方 电荷是0 因为它是跟R的一致方程反比 但是你用这个式子的话 这个变成无穷大 这个是0 可是B1 不见得是0 但是它一定要等于0 所以B1要等于0 这个也是一样 你在这个无穷远的地方 V2要是0 于是 B2非得是0 不可 那么B1 B2 我们都知道了 那还有这两个 我们就要用什么呢 在这个 这是两个界电池的界面 电厂的切线分量要相连续 因为这个界面上都没有自由电荷 所以ET等于 1万D等于2D 而这个不是一条直线 这是一个面 一个圆的面 面上面切线分量 我们知道 指的就是R分量 所以这个 就是R分量 而相当 因此我们就 E1R 等于E2R 等于E2R 那就说 你半径为R的地方 不管是在 截至1还截至2 电厂都相当 那就是这个 球面上 虽然它分布在两个不同的界电池 但是它的电厂大小要一样 好 我们现在来解电位仪 用电位仪的高斯定律 我们有这个关系了 这个高斯定律 好 我们取半径为R的一个 球面 为高斯面 面上的电位仪是等于这个字 电位仪是这个字 好 那么 因为电位仪啊 它只跟自由电荷有关系 你这是自由电荷 所以 你这个电位仪啊 这个球面的电位仪啊 对这个球面来讲啊 处处都一样 所以它是个长处 而且方向是 R UniVector的方向 那我们再取DA 也是在R方向 于是这个就可以变成 左半 右半 左半这个是等于什么呢 因为你这个 低温 左边 左半边是Y 你现在把这个电场带进去 右半边 右半边 把这个电场 Y to R2带进来 因为这个可以分成左半边 右半边 好 那么 我们知道 E1 E2 都等于1 所以呢 这个就可以把1提出来 那 这个 DA积分是2πR平方 这个也是2πR平方 所以它就是等于这个值 好 这个是左边 要等于右边 右边 它enclosed 就是Q啊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 电场 求出来了 电场 电场求出来 电场求出来 任意位置的电场 我们现在把向量带进去 就是这个值 电位仪 Y1等于这个 Y2是等于这个 电位仪的 就是电位仪 在左半区的 右半区的 这个 这个 求出来了 然后我们看计划强度 因为它是属于 线性 介质 所以 可以用这个式子 那 Ki1变成 I2-1 那这个沉进来 就变成这样子 那我们现在把电场带进去 在 介质1里头的 Polarization 就等于这个 乘上介质1的电场 电场都是这个了 不过它是 这个乘上它 介质2是 Y2 见到这个 是这个值 I1-1-2 体积电荷密度 负的 Gradient R 我们用 球坐标的话 我们知道 R不等于零的话 这就是零 刚刚这个 刚刚这个 大概太偏过来了 没有照出来 我们再回头看一下 好 这个 体积电荷密度 Divergent Divergent 它是什么 R 平方分子 1 Partial partial r R平方 乘上这个 所以这个 R不等于零的话 R平方跟R平方分子一 约掉 这个就是零了 这个后面 漏掉了还是说 这个太偏这一边了 没有照出来 没关系 我们现在看看它的 在这里 又算在这里 算在这里 这个就是零 OK 就是零了 表面激化电荷密度 用这个算 表面激化电荷密度 就是指这个地方 跟这个地方 它的半径 N的方向 都是半径的方向 表面激化电荷密度 那现在我们可以这么看 这个观点就是说 你这个是界电值 你这里画一个圈圈 这外面的界电值 它的normal direction 就是负R的方向 负R的方向 就是你在这里画一圈 这个表面激化电荷密度 这个表面激化电荷密度 那它就等于polarization 就是这个值 在接近这个 比较接近Q 我们这里画一个 另外画一个半径 为A的球面上面 A的球面 那激化电荷密度 它是sigma Q的sigma B乘D 左半跟右半 不见得都相等 因为我们知道 刚刚polarization 这个地方有 ε1跟ε2 我们这个是一个 一般式子 所以我们就把它分成 左半跟右半 积分 这半 我们就ε1 这一半 这个用ε2 积分 因为它的R 要等于A了 那么积分的话 我们就知道 这个是常数提出来了 那有个2πA平方 这个也是 这个 大家都有了常数提出来 然后我们把这个 当A approaches zero A非常非常接近零 但是它不是零 问题就是它不是零 好 那A跟 A平方跟A平方 这个约掉 不是零就可以约掉 于是2π也约掉 这个约就变成这样 分母都一样 分母都一样 通分变成这样子 我们可以把 这个除这个变成一 这个除这个变成这个 就是 即化电荷 你在这里 即化电荷 你这里摆一个自由电荷 它的即化总电荷 当然即化电荷不是点电荷 它是一群电荷 只是这个 总电荷 在这个范围 半径会A的范围里面 总电荷 除了即化电荷之外 QB之外 还有QF 就是这个电荷 自己 这两个加起来 就等于这个值 这个是我们看的 这个例子 接下来我们就要 再看另外一个例子 我们休息一下 我们看另外一个例题 这里有一个半径为R的 导体球 它带有电量Q Q当然分布在它的表面 可是它 我们把这个球 球心 它的直径 就是摆在 两个 无限大范围的介质 的交界处 这个 电荷率 是Y1跟Y2 现在要求 任意位置的电荷 电位移 计划强度 跟计划电荷 那我们看这个题目 因为它是一个球状的 导体球 所以你这个Q在上面 带有Q的话 它就是一个等位体 它是一个等位体 球面上 它的电荷 也就是成一种 对称的分布 那么现在像这个样子的话 就是一种均匀的分布 切电子1跟2的区域 它产生的电位 你看 它跟这个方向也没有关系 只要这个面上面的电位 你这个地方的区域 这个电位 只要这个同一个区域 不管在哪个位置都一样大 那么在这个 phi的方向上面也是一样 都一样大 所以它的电位的大小 只跟什么有关呢 R有关 你R变了 它就变了 你变到这里 这个跟这个坐标无关 跟这个坐标无关 因此呢 它仅仅是R的 电位仅仅是R的函数 只有这个 这个值的话呢 介之一中的解 跟介之二中的解 就是这样 这跟我们上一题 极为类似 对不对 现在我们要求这个值 R去无穷大的时候 这个电位要变成零 因为这是有限区域 这个也是一样 在无穷远的时候 电位要是零 V2也是零 所以B1跟B2都必须是零 那现在我们要决定 C1跟C2 我们就用两个介质的界面 就是这个平面 电场的切线分量相连续 就是切线分量一定是原半径的方向 所以这个还是跟前面那个一样 介电 现在要求这个电位移 因为它是有介质 有介电质 所以我们不能用电场 用这个高斯定律来求电场 我们用电位移的高斯定律 求电位移 我们取R 半径为R的一个同心球面 作为高斯面 因为它的 第一 只跟这个里头的free charge有关系 跟你这个free charge有关系 跟你里头感应出来的这些 感应电荷都没关系 所以我们就知道 这个上面的第一应该是等于常数 那么取一个面积基数的话 这个面上取一个面积基数的话 也是R的方向 所以这个电位移的高斯定律 我们就可以把它写成左半 跟右半 这两个 来积分 因为左半的d 跟右半的d 跟e的关系不一样 左半我们就用 因为线性的 介电质 就是epsilon 1 e1 这个epsilon 2 e2 积分积出来 这个都平行 所以积出来就是等于 2πr平方 epsilon 1加epsilon 2 那等于右边 等于右边 qf encroached 就是它所包含的total charge free charge 就是这个 就是q 因此我们就 求出来 另外电厂就等于这个值 电厂 不管你是哪一个界电质 电厂R component 都是这个值 D1呢 它是epsilon 1 epsilon 1 就这个称epsilon 1 界电质2 它是等于epsilon 2 称上这个 好 集化强度 集化强度 线性的关系是这个 它是等于这个 是一般的 那么我们现在有 两种界值 界值1里头 这个用epsilon 1 界值2里头 这个用epsilon 2 1都是一样的 都是这个值 所以我们说p1 要等于这个 称上E1 p2 就是epsilon 2 称上E2 体积计化电荷密度 rhobe 就是bunded charge volume charge density 等于这个值 那么 求坐标 是这个 于是我们把1 这是1 r应该写在这里 这个r 不小心写到外面来了 1r 那就是 d over dr r平方 就是这个 因为r不等于0 所以这个约条 所以这个约条 这个常数的微分就是0 所以 界值1跟界值2 现在我们说 界值1跟界值2 在r这个表面 它的极化电荷密度是什么 外面是界电值 它的n的话就是 负r的方向 n是负r的方向 在界值1 它就是负r r等于r 是这个值 界值2 我们就用p2 这个还是负r 是这个值 界电值的总极化表面电荷 那就是 这个 乘上这个面 半个球面 这个乘这个半个球面 半个球面的面积 对不对 它就是等于 这个加这个乘2 2 2平方 你把这两个带进去 然后化解 就变成这个 我们再看一个题目 这里有一个半径为Rolling 它的电容率是Y 就是无线长的界电值圆柱体 这是它的一个Cross-section 介于均匀的电场中 这个电场是这个方向 这个是X 这个是Y 那Z就是粗 Z是进入黑板面 进入这个荧幕 这个Curl到这边进去 那么这个 现在要求 10是X方向 是超X方向 跟这个轴垂直 求圆柱体内外 任意一点的电位 要求电位 我没有Laplace equation来解 圆柱坐标 而这个 我们知道这个电场是这样子过去 所以呢 它跟Fy没有关系 周围的Fy通通是这个东西 不是 跟Fy 都是这个关系 还有呢 因为这是无限大 这个Z轴是无限长 所以跟Z也没有关系 只跟这个有关系 这个电位 电位是这样子 这个是跟 因为它是 从这里一直过来 整个 整个这个 都是一个常数 常数 电场是这样子 那么因此它 这个不是Fy 这个 刚刚搞错 搞成球坐标 不是 这不是球坐标 这个是 圆柱坐标 圆柱坐标 它 跟Z没有关系 这跟Z没有关系 但是这个Fy角有关 因为它这个 这个Fy 你在这里 跟在这里 同样一个距离 你在这个地方 那你所碰到的 在这里 会不一样 那如果改变呢 当然 球面也改变了 那么 那么 因为这个 电场是这个方向 所以 它这里的这个 电场 跟这个Fy 就是说你这个 将来我们 解电位的话 它就是 跟Fy有关系了 等等我们会看得出来 好 那么 跟这个没关系 只跟这个没关系 跟Row跟Fy有关系 那么就是 剩下这两项 好 这个式子的通解呢 我说这个 我们要记一下 通解是这个 这个N是从1开始 那这个是什么 这是当N等于0的时候 N等于0的时候 有这两项 我们都把它考虑进来 通解 现在我们看 当Row 小于Row0在里头的话 Row可以去0 Row去0的话 这一项就变成无穷大 所以 这个变无穷大 使得这个不是一个定 不是一个有限制 因此这个必须是0 所以 V1就是里头的这个 potential 不得含有这个像 也不可以含有这个像 因为你这个 虚于0的话 虚于0这个Low0也是不行 所以这个 这两个都不得存在 在外面的时候 Row可以很大 很大的值 很大 就是说距离这个很远的地方 它这个Row 它这个potential 就是电场 就不受这个影响了 距离这个导体很远的地方 电场还是这个 还是朝Z方向 朝Z方向的电场 我们假设这个球面上的电场 假定是V0的话 那你在R远的地方 我们用V 用这个E.DL 我们可以等于 这个我们以前做过 所以我们说 它这个V是跟Fy有关 跟Fy有关 V1 这个球内是这样 球外是这个字 所以 球外面是 是这个样子 应该 这个应该是 我看看 这是球内 这个是球外 这应该是V2 这个写错 应该是V2 V2中 V2 这个就是V2 我们看这个 这是我们从它的边界条件知道的 然后跟这个对照 跟这个对照 那我们就发现 它可以有这一项 这一项 它没有平方向 对不对 N不可以等于2 N不可以大于1 就是N等于1 就才可以 这一项里面 N不可以大于1 而且不可以有sine的项 因为这里没有sine 只有cosine 这是V2 所以 在边界处 这个是V1 这个是V1 V1 V1就是不可以有这个 V1 这个变成无间大 所以 这两项都 不可以有 这是小于这个地方 那么现在我们看 在边界的地方 电位有连续性 V1 V2 这是V1 V2 有连续 一个是 这是V1 这是V1 这个是V2 V2不可以有这个 也不可以 这是V2 V2 V2 我们说它的V1 是没有V1 这个没有 也不可以有这个 它就是有两个常数 这个常数 跟这个东西 现在呢 因为这两个要 相连续 螺要等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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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螺等于1 所以这是 螺B1 这个 这个相等 所以V1 V2 它都只能够有这个相 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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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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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一定要是 N 等于2 就是N 我们看 V1 V1 刚刚 这个 这个是V2 V1 在这里 Cosin Cosin 就N 只能等于1 N只能等于1 那么 Sin 也是一样 这个是 通解 通解 通解里面 我们根据 外面 里头的这个 电位 因为里头 肉可以去临 肉去临的话 那这个就变成 无穷大了 所以 不可以有 不可以 整项都不可以有 然后也不可以有 这一项 于是 这是 外面的话 就是 Rho的N 之方 Rho的N 不管是这个 还是这个 N 不可以大于1 不可以大于1 那现在我们来看 因为在外面 离这个 岛底很远的地方 它的 Potential 只是跟Cosin Theta Cosin Phi 有关系 Cosin 2 Phi Cosin 3 Phi 都不存在 因此 这个通解里面 这一项不能存在 因为它没有Sin 那么这一项 N不可以大于2 就N 只能够等于1 或者0 这个意思 那么V温 我们就看 因为这个都没有了 这个没有了 这个也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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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 我们说 Rho N之方等于 N等于0的话 N等于0 那么 这个等于1 B0 那就跟这个 一样了 那就是B0 然后再加上 N等于1 那就Rho 的一之方 B1 Cosin Phi 这是在这个 圆柱体里面 里面的 大于它呢 我们看 整个通解 它整个通解 N不可以大于1 所以N只能等于0 或者等于1 也不可以有Sine的下 N等于0的时候 N等于0的时候 这是1 那么 这个 0 对不对 这也是一个 常数 那就是我们用 等于 等于就是这个常数了 不过我们用 不要跟它一样 用另外一个 C0来表示 好 然后N等于1的时候 是在这里 跟这一项 这一项的话 那就是 B1 我们用 用D1 Rho Cosin Phi 因为这里有C 有B B就是 当这个等于1的时候 Rho分子B1 Cosin Phi 这是大于 Rho大于Rho零的时候 这个是 圆柱内的 电位 这个是圆柱外的电位 我们应用的时候 当这个很大的时候 我们说过 它在外面的电位 就是这个 我们设定圆柱体 表面是这个 所以 很远的地方 它就是原来的这个 电位 那么 这是V2 这个很大 那么在 这一项里面 因为这个很大 这个很大 就表示 这个分数很小 因此 这个分数 跟这个 其他的比起来 就微不足道 所以我们 可以就不要看大 那就是 这个加这个 要等于这个 于是 C0 就等于V0 D1 就等于 负1 0 那么 因此 V2 我们就可以 把它写成 这个样子 把这个 C0 D1 都带出去 就是这样的 在边界 R0 等于R0 的地方 里头 跟外头的 电位 要相等 电位 要相等 里头的电位 跟外头的电位 当R0 等于R0 的时候 R0 等于R0 的时候 从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知道 B0 就是V0 B1 跟这个 这一项 要等于 这两个合起来 所以从这里头 解出B1 B1 就等于这个东西 于是 我们再把这个 B1 带到V1 里头来 V1 就等于这个 B1 带到这里来 V2 呢 V2 是这个值 那现在这两个 V1是这个 现在这个还不能确定 我们现在得出B0 跟这个 那么 V1也有了 V2也有了 就是B1 不知道 那怎么决定这个呢 我们用 边界的地方 就是这个 圆柱面的地方 Electric Displacement Normal Component 相连续 那就是这个 里头是Y1 E1 外头是Y0 E2 有这个 就变成这个关系 在界面的地方 因为它没有什么自由电荷 所以法线方向相连续 就是这个 这个相连续 因为这个等于零的关系 那我们就把这个字 写成这样子 这个Epsilon-Partial V over Partial Rho Rho的Rho 0 这是负的 Epsilon 0 Partial V2 over Partial Rho Rho的Rho 0 符号都越大就变成真了 于是 你把这个V1 对Rho做一个偏微分 这一项就没有了 它只剩下这一项 这个对Rho做偏微分 有两项 两项 这个等于这个 Cosan theta Cosan phi约掉 Cosan phi约掉 然后我们就写出 B1 prime 它怎么变成这样子 我们看 这两个相等 我们就解除 就是这两个相等 解除B1 B1 它等于这个 然后 B1就等于这个东西 B1 prime也求出来了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把B1 prime 原来是这个值 现在把B1 prime带进去 就变成这样子 然后把这个值整理一下 整理一下 这个整理一下 在后面这一项就变成这个 这个是B1 是Rho小于Rho 0的时候 B2 是等于这个值 你把B1也带进来 然后你把这两项 带进来就是这样子了 这是Rho带Rho 0 你看如果这个界电圆柱体 界电是圆柱体的界 界电常数远大于1的话 这远大于1 这个远大于1 这个1就可以漫漫乎乎不开了 所以 Epsilon就约掉了 这个 远大于1的话 那么我们先看这个 先看这个 这个 远大于1 远大于1的话 1就不要看了 所以Y2约掉 那是1减1 这是10 这就是10 就是Y2减1跟Y2加1差不多了 10减1减1减1就是0了 OK 上C了 这个是0 它就变成V0 变成V0 Y2 也是一样 这个就约掉了 它就是V0加上这一项 这个约掉了 加这个 这就是Rho大于Rho0的时候 这就是Potential的Potential 我们再看 今天就先讲到这里 我们下一次再继续